你知道吗 肥胖是一种病 可以引起二级糖尿病 引起高血脂 引起高血压 现在认为跟这个肿瘤是密切相关的 胖的原因只有三种 你是哪一种 大概来说我们说第一跟遗传有关系 第二跟跟繁金因素有关系 还有一部分它就是一些疾病所导致的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你是最难减的那种肥吗 同学们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由鲁南制药舒尔嘉 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舒尔嘉 减脂减肥 健康到家 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栏目的官方微信平台 您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 也可以了解有关节目的更多信息 现在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两位主讲专家 让我们有请中南大学乡亚二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刘时平 中南大学乡亚二医院 微创外科中心副主任刘威 有请两位 刘威 中华医学会 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 外科医师分会 肥胖和糖尿病 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 内境医师分会 副腔境外科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 刘时平 湖南省糖尿病 内分泌疾病诊疗中心副主任 湖南省医学院 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两位主任今天就是要跟我们聊一聊 肥胖这点事 那接下来我想让你们现在的瘦子 体会一下肥胖会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有多艰难 来 有请两位 来吧 这快乐的两位胖子 今天给你们的一个现场体验 就是刘仆穿袜子 老黑来系鞋袋 对 看看两个人要 是不是要花费更大的力气 来吧 来吧 快 不争气的女人 赶紧 穿袜子 让你天天在家吃十个猪脚 两碗米饭 都是你吃的 一盘小王军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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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一球 我才跟你说 直接一枣 这天啊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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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能力的 大姐 你穿反了 你穿反了 辛苦 辛苦你有这个基础 这是一个这个会武功的胖子 对 老黑 老黑来 洗鞋袋 请系好你的鞋袋 我估计我是系不到鞋袋 就这个我主要是 我这个刚才是系不到的 太费劲了 挑战了是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生活都不方便 太刺激人了 因为你不可能 因为这种小事要那么多人来服务 那其实通过刚才老黑和刘普的 这种现场的体验 我们就能够看到说 一个肥胖的人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要比我们正常人 又面临很多的这种困难的 所以这么看来 肥胖已经不简单地 是关乎外在形象的一个问题 它在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到生活质量 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甚至是很多的 可怕的疾病的一个源头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完全没意思 已经不行了 能够抢救过来的机力 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吧 曾经的增标只是有些偏胖 2006年结婚时 体重只有190斤 两年后 第一个孩子的降临 让出肠人妇的增标 倍感喜悦 可就在这一个月 她的体重 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从此之后 增标在肥胖的路上越走越远 饭量也越来越大 早上的话面条最少要一斤 中午的话四到五碗饭 晚上的话也是四到五碗饭 晚上一般到了十点钟的时候 朋友去去吃的话 就在外面胡吃还喝 喝到三四瓶啤酒 同学们说爸爸好胖 我说别笑话爸爸 心里有种不好的滋味 她就知道吃饭 她要吃得好 她要吃软肉 反正这个肚子是个人垮下来的 她落日将近400斤的 就是心理上想拒绝 不想吃 当时就是管不住嘴巴 不到三年 增标就从结婚时的190斤 涨到了358斤 如此暴涨的体重 大大降低了增标的工作能力 最终失去了工作机会 有一次直接一脚踩上去 直接把一个楼梯都踩断了 老板看到你那么粗的楼梯 都把它踩断了 觉得不安全 不要再做这个事了 压力很大呀 小孩子慢慢地 从大来要充学 要潜移嘛 想维持这个家 心理感受挺不舒服的嘛 就是家子我老妈呢 她又得阿姨在那一年 把家里面继续都发光了 我老爸在外面 跟别人打伤根了 做苦力啊 来维持这个家庭了 看着年迈的父亲四处奔波 打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自己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曾彪觉得无比痛心 大人之为了真的 言言语不能表达出来 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啊 最基本的一个家庭开支啊 一个老爸的赡养 你都做不了 还有老爸去去赚钱 那以为我一直这个家 觉得心里特高于无趣 更让曾彪觉得难以接受的是 随着体重的日益增胖 让曾彪几乎无法平躺着睡觉 连续好几年 曾彪都是坐着睡觉 自己渐渐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饮食起居都需要依靠妻子的照顾 基本上就是非人一个人了 只能吃 不能坐了 不能动了 你像穿鞋子啊 穿袜子啊 这些的都觉得非常困难了 连上厕所都特别困难了 走路啊 根本就走不了 他往不一下腰 就是洗不干净嘛 不能洗不行了 特别失睡 每天在家里就是 坐在这个镇子上都是打瞌睡啊 就站着也是打瞌睡啊 挺生气的 我说一个这么大的男人 每天坐着睡觉 说他的他也不管用 爸爸的脑是很满 爸爸的时候抱着 我们作业有时没洗好 爸爸就死定让我们重做 与此同时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 稍微一变天 感冒就会找上他 这次感冒差点要了增标的命 我听他那个说话的那个语气嘛 对头就是说话那个 好像那气转不过来 过来一样 早上去医院 我基本上到那里的时候 人还有意识 刚打开车门跨去一个角度的时候 我就分离了 就没一点意识了 进抢救室的时候 十几个医生 抢他一点感觉 他没有他不知道了 医生的诊断结果 意识障碍 二型无息衰竭 心脏功能衰竭 高压210毫米宫柱 抵压120毫米宫柱 当时医生叫我过去谈的时候 他说要通知我家属 已经不行了嘛 他说尽力抢救 那时候我自己就下沙拉 就陪着他旁边 一直喊他 叫他 他没有什么意思 首先我想大家看完了 刚才的短片之后 这个心中会有很多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就是增标 他不就是肥胖吗 为什么得了一次感冒 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呢 在头的各位可能都得过感冒 对吧 这个感冒对我们来说 通常就是一个星期左右的不舒服 比如说有点鼻塞啊 咳嗽 但对增标来说 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当时体重达到了360斤 对 然后身高1米7 腹围就有162公分 可以想象是多么胖的一个状态 那么由于他多年的这种肥胖 使他的这种呼吸受到影响 具体来言的话就是 腹腺里面大量的脂肪堆积在里面 可以像我们的隔肌的那个运动 使肺的膨胀受限 我们称之为这个通气功能的障碍 因为他的痒是处于缺乏状态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合并搞冒了 我们的上呼吸的感染 它会引起我们肺部的感染 那么会加重这一种缺氧的状态 使他的那个呼吸更加的 出现了一种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会在一个简单的感冒之后 合并一个急性的一个 我们称之为呼吸功能衰竭 另外一个问题 它还有一个高血压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重 加上高血压 心脏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 如果这个时候合并的一个感冒 一个感染 会加重它的心脏负担 会导致一个急性性衰竭的发生 它当时的血压 达到了200亿的 一把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血压了 所以这个感染 肥胖 在加上高血压 加上一个急性的一个新功能的不全 使它产生一个短 短期内产生一个这种昏迷 意识障碍 以及休克的一种表现 而且就是如果严重的话 真的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 它的生命 对 而这一切的这个祸手 就是肥胖 就是肥胖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看到 宗标的这个视频当中 表现的情况是一个极端的 而且是最严重的一个情况 是的 直接上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脂肪 堆积在腹腔 堆积在胸腔 这时候我们的隔级是上台的 这时候这个实际上 我们在呼吸的时候 我们的肺是膨胀不够的 而且这种人 他肥胖以后 他的腌部的脂肪也是多的 实际上他的脏气道也是狭窄的 所以当他平睡的时候 这时候他的喉体也是肥大的 所以他一睡下来 他就打肤肉 这种打肤肉 到一定的时候 他甚至可以 就是说呼吸暂停 可以出现缺氧 这时候病人在睡眠的时候 他会憋醒 尽管他晚上可能睡觉 好像睡的时间也很长 事实上这种睡眠质量 是不高的 其实我们老说胖子爱睡觉 其实不是他爱睡觉 实际上是他肥胖导致的病症 您这个检测也好 然后他就越胖就越爱睡 越睡越睡不行 形成了一个 越容易就无法运动 就越来越胖 恶性循环 对 除了像增标出现的这种症状 可能很多肥胖患者 他们身上都会共同出现的 其他的一些症状 还有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呢 它通过代谢性的一种 代谢的影响 可以引起我们得的 可以引起二型糖尿病 引起高血脂 引起高血压 那么它还可以引起 我们称之为脂肪肝 然后对于女性患者 它可以引起多暖 浪潮 综合症 引起不孕不孕 另外的话 可以想象一个过度的体重 比如说增标 它360斤 压在一米七的一个身体上面 可以想象出 那么对它的关节 它的骨骼系统 一定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这种患者 可以出现关节炎 出现脊柱的问题 可以引起腰背疼痛 除了这个躯体的病痛之外 对它的心理实际上 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它有些病人 它会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 甚至会引起 比如说像抑郁 像这个自闭等等 这种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甚至这个肥胖 现在认为 跟这个肿瘤 是密切相关的 像我们女性的子宫内蒙癌 比如像就是说 男女性的这些肝癌 胰腋腺癌 甚至甲状腺癌 都跟肥胖有关系 所以我们医学上 往往把又有肥胖 又有高血压 又有脂代谢问题 又有二型糖尿病 叫做死亡四成症 所以大家还是在关注 这个体重的问题 减肥实在必行 迫在眉睫 今天我们请的 三位职场课代表 看上去都很正常 我也想问问 你们对肥胖的理解是什么 你们之前有胖过吗 我自己以前是180多 180多斤 是个特别大的大肚子 就我每次工作的时候 我还没到肚子先到 而且我觉得给生活 带来了特别大的麻烦 就是每天身体 跟灌签了一样 就今天我干不干活 我都发现 我都是一样的感受 就是每天都会累得 精疲力尽的感觉 上楼梯 天呐 我觉得我身是个石头 就每天上一个楼梯 上几节 五节就觉得 我的天呐 都心脏快跳出来了 无论生活上 给你带来一些不便之外 你当时在最胖的时候 有发现 比如自己得病了吗 查了一个血液 完了那个医生 特别正经地告诉我 他说你这血液 基本不太流了 我说啊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这个粘稠度太高了 完了我看那个图片 我都觉得有点害怕的原因 它有个对比 就别的血液 就一直在动 那个细胞在动 完了很顺畅地 在有个流动的感觉 完了我那个血液 特别踏实 都不太动 特别老实 就待在那儿 很缓慢 很缓慢 完了我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是刺激到我了 原因后来的时候 他查出来之后 大家不经常说 你是不是三高啊 后来我出来 那个结果是 不是三高 七八个都很高 觉得你的身体 已经拉响了警报 就这个让我特别震撼 好谢谢 谢谢你的这段 特别精彩的分享 特别特别精彩 可能也说到了 很多曾经胖过的人的 一些共同的心声 咱来看一下王维 我现在来说的话 看起来是微胖 但是呢就是在两年前吧 我的素质是一个非常 看一下后面的大照片 这个有两百斤吧 这个照片 是123公斤 公斤 123公斤 对对对 其实我这个胖的话 而且是一个很平缓 很平均的这样一个 长上来 从那个03年毕业 然后是加入媒体 做记者工作之后 平均每年10斤的 这样一个幅度往上涨 最早的时候就会自己想 我既然能吃胖 那么我也一定能瘦下来 所以说的话 也没觉得就是说 对肥胖对自己的 这样一个生活工作 有太多的困扰 只不过就是说 你如果说上楼的话 把楼批要爬楼梯 我就不上呗 没有电梯的话 我就不走呗 然后大家让我说 爬山我就不爬呗 反正我这平平采访 写稿 用不着这些剧烈的运动 一直是没有这样一个 减肥的这样一个 概念和意识的 什么事刺激到你 让你觉得 我必须要减肥 其实要感谢单位体检 医生老师跟我说 哎呀你不行 你已经糖钱了 你已经高血脂了 然后你已经中度脂肪肝了 我说这些都没事 都是慢性病啊 又不是说明天我就挂了 然后那我就 等到我需要注意的时候 我去减 不就完了吗 但是呢 到最后是那个 从糖钱变成重度的 二营糖尿病 就加上我是跑医疗口的 然后是接触 全部都这样一个专家 应该是我是传播 健康科普知识的 但是每次采完之后 我自己都是胆战心惊 然后我就开始说 不行我得想办法 说要控制一下自己 好三位科代表呢 都有或多或少的 对肥胖的体会和理解 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么胖 好像直接就是因为吃 吃得多吗 就会胖吗 真的是这样吗 体内脂肪 大脂肪为两种 一种是皮下脂肪 那么分布在我们身体 各个部位的皮肤下面 那么另外一种脂肪 我们称之为内脏脂肪 它主要分布在我们 内脏器官以及周围 那么这个皮下脂肪 和内脏脂肪的 分布的这个比例 决定了咱们这个体型的外观 你看这边 这个图板上面 是一个苹果的一个形状 对不对 那么这个苹果性的肥胖 我们也称之为中性性肥胖 它是指脂肪组织 主要分布在我们的腹部 以内脏脂肪为主 那么另外一个图片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梨形 对不对 脂肪主要分布在臀部 大腿 以腹部勾这个位置 以为是皮下脂肪 而咱们通过这个 大量的这种调查 这个分析 发现我们中国人的 黄种人群 它更容易发生 这个苹果性肥胖 我们称之为中性性肥胖 而白种人的话 更多常见的是 这种疑性肥胖 内脏脂肪 它可以给我们的健康 带来很大的危害 因为内脏脂肪多了以后 这个油理脂肪酸就很多 油理脂肪酸 就是多了以后 它可以直接进入到 我们人体的这个肝脏 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 所以它对我们的代谢 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这个皮下脂肪 它产生的油理脂肪酸 它主要是先到血管 到了血管以后 它被我们的肌肉组织 所利用了 实际上最后 到达这个肝脏的时候 它的这个量已经很少 所以它对代谢的影响 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说 往往那种苹果性的肥胖 也就是内脏肥胖的 这种患者 它的健康状况 更让人堪忧 那么也是我们国家 为什么在 就是在我们的 糖尿病发病率 为什么不这么高 为什么这么研究 就是因为我们 虽然说没有西方人那么胖 体重没那么大 体型也没那么宽 但是我们的腹腔肋脂肪 一定是多的 比例一定是高的 那么这个高比例的 裂胆脂肪 就会引起我们的这种 代谢综合征 也包括 这个我们讲糖尿病 高血压更容易发生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自己究竟 是不是中心形肥胖呢 那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标 看到我们是不是 那个中心形肥胖 有很多方法 其中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测下我们的腰围 男性大于90厘米 女性大于85厘米 我们就称之为 中心形肥胖 有愿意上来测量一下的吗 那现在呢 我们观众当中呢 有三位特别勇敢的 要上来挑战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到底是胖 还是不胖 我先问一下 你们上来 粮食出于什么目的 你是你觉得自己 属于胖的吗 我是稍微胖一点吧 因为毕竟 斤数到那了 83公斤左右 你的身高呢 1米67左右 来 这姑娘呢 你觉得自己怎么样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 偏胖嘛 完了之后就是 脂肪就一直下不去那种 我觉得可能是 可能是哪一方面 是条案会怎么着 但是吃饭也不规律 就接受 好 今天这堂课你算来着了 一会儿我们还有减肥的方法 你呢 我觉得你看起来蛮好的 我就是偷着胖 偷着胖 胖在那个不显雅的地方 但是自己要是脱了衣服之后 就感觉很胖 然后呢 现在突然间觉得自己也属于那种 中心型肥胖 对 我就想看看 如果是哪不好再调一调 其实看起来 大家可能不会一看到他们 就说他们是胖 对 还算是比较正常 还算比较正常的范围 但是他们三位是不是 如果按照我们医学的标准 到底是一个肥胖呢 还是正常呢 我们请医生现场给他们量一下 好 对 来 刚才他说的 他一米六七 有83.5公斤 是吗 83.5公斤左右 从体重指数角度 你也超了 但是我看看你是否还有局部的肥胖 所谓的中心性肥胖 好的 对 你的腰围是98厘米 刚才我们刘维教授说了 男性超过90厘米 就是中心性肥胖 或者是达到90厘米 就是中心性肥胖 所以可以告诉你 你既有中心性肥胖 其实你也有全身性肥胖 我的妈呀 这个不是好笑 全占了 我感觉我就肚子稍微胖一点 别的都还好吗 屁股稍微胖一点 剩下别的都很正常 你一米六七的个子 你的理想体重是62公斤 62公斤 你超过20%也是肥胖 那我是已经超了 中心性肥胖 就胖了你刚才说的那俩地儿 不是胖在手指头上 我看他们胖了 手指头都非常肥胖 你要减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姑娘 这个女孩面对一下真实的自己 对 她一脸复杂的表情 她的这个腰围是多少呢 是69厘米 69厘米 她有中心性肥胖吗 没有 我们女性要大于85厘米 或者是等于85厘米 所以你没有中心性肥胖 我觉得我的身体比例就这一块 胃这一块 大概这一股部 是最瘦的肥胖 她说大腿 大腿啊 红木啊 是吧 所以她是比较健康的那种肥胖 我们刚才说的离形肥胖 相对比较健康一点 对 恭喜你 你是比较健康的肥胖 但是现在还不能给你下肥胖的肥胖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姑娘 好 这位姑娘看起来也应该好像问题不大 好 大家看看 她的这个腰围是77厘米 对 对 所以她的对比了 对不对 股侧穿白毛衣 这妹妹可知 你可逃过一截 那除了腰以外上下上半身下半身 看着肉老多了 人家会长 人家腰部是最细的 对吧 都吃啥了 肚子不长肉 对 而且这位观众看着真的不像77厘米 这位呢 我们觉得好像从上到下看着还挺好 对啊 可是一两尺子不会骗人 而且她的腿也很细 我都一百一松五斤 所以这挺这样的 他们两位现在这个腰围都是正常的 这个不用太担心 来 来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 通过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字册呢 大家忽然间意识到 尤其那位先生觉得有点紧张了 我们就要赶紧减肥了 所以怎么减肥 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 我们先来看一看增标是怎么做的 不能穿鞋袜 不能自己洗澡 不能站立太久等等等等 在增标的身上 有太多正常人的可能都成为了不可能 家庭的贫困 工作的丢失 孩子的被嘲笑 年迈的父亲做苦工 独撑整个家 这些都让增标揪心 痛下决心认真减肥 减肥的方法呢 就用了不下几十针了 反正市面上 每区一只新的减肥方法都常说 反正搞不很多 打减肥证一千八百块钱一针嘛 钱的时候 在外面去借啊 借了不少的钱 然后我们现在还亏了账呢 这些年增标尝试了很多减肥方法 吃药减肥 针灸 运动等 花了好几万元 但是一点没有什么效果 甚至越减越胖 每一次减肥之后都是以失败告成 每减一次之后 比不减脂其中都会增加好多 吕拜 吕湛终于让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减肥方法 蛮有特色的减肥方法 叫浴室减肥 它就是把那个石头嘛 把它在热水里面 把它烫热之后呢 浮在了筋脉上面 做了半个月 增标瘦了8斤 全家人都特别高兴 终于看到了减肥的希望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反弹后不但比原来的体重还增加了近20斤 而且增标也体力尽失 之后减了大概半个月左右吧 到楼上都看到老婆 老婆的老婆家人 都请我放弃不要做了 但是放弃之后呢 比没有减肥之前 还要胖胖十多斤 其实看到增标的这个经历 我们很多人都会引起共鸣 因为他尝试的一些方法 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尝试过 对 然后也经常会失败 减肥失败的经历 那都是血泪式 他都能排电视剧了 跑步 我跑了四个月 一斤都没剪 我自己问自己 能给胖子点机会吗 你胖你让我瘦个半斤 我是不是也鼓励我一下 之后我就跑了四个月 一斤都没剪的时候 我之后换了一个思维方式 我觉得为了健康 我不减肥了 我就为了健康 我也要跑这个步 因为每天晚上会跑半个小时 或者四十分钟 你只要是个孕妇跑步的姿势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肚子很大 跑起来就是 就是那个肚子很翻腾 很颤 对很颤 我跑到四个半月的时候 突然发现 减了十五斤将近 就一下子脂肪就下去了 你这还是成功了呀 没有 是成功了 很高兴啊 然后直接就出差工作 半个月 顺利的他就回来了 对呀 他根本没给我打招呼 他从哪来的 怎么走的我都不知道 所以他顺利的就回来了 轻轻的他来了 对我就觉得 这对我们来讲 简直是致命的一打击 那么轻松就反弹了 我突然发现 我都不能吃一顿饱饭 我突然放松了 只要吃 就比如说这一日三天 吃了两天 突然发现 好像他回来了 四个多月 刚减下去 半个月就回来了 王维呢 有类似经历吗 我减肥的话 尝试过爬楼梯 从一楼爬到十四楼 完了之后再下来 捐出了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话 每天都是 在电子上蹭一下 发现一点变化都没有 反而有点上浮 然后问了一下 那个内科专家 然后他说 你不能是光运动 不配合这饮食的调节 然后发现 我做不到 因为你说 我这么大的运动量 然后你不让我吃 这哪受得了 或者说你让我节食 节食的话 我就捏了 我捏了之后 我就不想动它 不想动它 那就完全没效果 一说到这个减肥 可能对于每一个人 减肥过的人 都有过这种体会 就减不成功 减了还反弹 那是不是就是方法不对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肥胖 现在就说 有很多的病因 大概来说 我们说 第一跟遗传有关系 第二个 跟繁金因素有关系 还有一部分 它就是一些疾病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面对肥胖的时候 首先把这种疾病导致的肥胖 先找出来 比如像我们内分泌疾病里面 就有皮质纯增多症 胰岛素瘤 甚至二十一三体型 这种就是说 我们说的先天鱼型 就是糖氏增多症 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导致肥胖的 这一部分人只占了百分之一 是比较少的 其实百分之九十九 都跟遗传和繁金因素有关 遗传我们是改变不了了 你生在哪个家庭 你是没有办法变的 如果父母都胖 这种子女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会胖 如果父母中间有一方肥胖 那么他子女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就会肥胖 那也就说肥胖是有家族聚集性的 所以这部分人就更加要依赖繁金因素来改变 实际上我们能做的就是繁金因素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我们现在吃的多了 冻的少了 吃的好了 吃的好了 而且吃的这些食品能量很高 所以我们就使得营养过剩 所以肥胖高血压 包括糖尿病在我们国家应该是呈紧喷的态势 所以那通过您刚才讲的是三大原因导致肥胖 那找准了病因 我们就开始对症下来要治疗了 那怎么来治疗呢 对于那种激发于其他疾病的 那主要是治疗其他疾病 对于遗传和繁金因素导致的 我们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这三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生活方式 如果是个超中和肥胖零级的 那么主要是生活方式干预 肥胖分级计算公式 BMI 体重指数等于体重比身高的平方 BMI 大于等于30千克每米平方 无肥胖相关并发症 肥胖零级 BMI 大于等于25千克每米平方 至少存在一种轻度至中度肥胖相关并发症 肥胖一级 BMI 大于等于25千克每米平方 至少存在一种中度肥胖相关并发症 肥胖二级 肥胖一级的它这时候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 可以考虑减肥药物的使用 但是减肥药物一定是在 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的一个辅助治疗 而如果是个肥胖二级的话 除了生活方式干预药物辅助治疗 对一些体重指数特别大的 它是可以考虑减症手术 那其实最基础的方式就是饮食 饮食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刘主任 这个饮食模式怎么样吃 才是对减肥是最有效的呢 首先这个饮食必然是要限制 整个热量的摄入 肥胖病人在选择饮食的时候 我们首先第一个 可能会选择一些低糖的 低碳水化合物的也就是 还有低脂的这些饮食 如果它有高血压 同时要兼顾低炎的问题 我们说光结石减肥是很有害的 而且就是说结石不当 这体重在过短的时间里面 急剧的下降会有很多的危害 第一这个病人体脏下降的太快的话 它的营养状态会很快掉下来 病人就容易出现感冒了 免疫力低下了 甚至脂肪肝也是可以加重的 所以减重一定是要做一个 长期的安排 一般的来说不建议每周减重 超过1.5公斤甚至2公斤 而且不建议单纯的结石 一定要配合运动 因为我们运动一方面可以保证 我们的这个体重的下降 另一方面它有利于 提高我们的心肺根能 而且如果单纯结石 我们减掉了脂肪 也把我们的肌肉给减掉了 但是如果我们在结石的同时 配合运动 我们可能减掉的就是脂肪 我们的肌肉是保留着的 就是您刚才有说到 就是说这个吃是可以吃的 就是要科学地吃 那能不能就是说科学地 吃一些这种零食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不让吃这些 真的太痛苦了 而且这种痛苦的心情 其实也会阻碍你减肥的 这个动力的 是的 如果我们能够 比较科学地选择一些 一些零食的种类 比如说我们选择 那个热量特别低的 脂肪特别低的 那么在少量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进行一部分的摄取 所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零食还是可以吃的 还可以吃的 但是有几件 但是不是所有的零食都可以吃 那什么样的零食是可以吃的呢 对 这个问题我要考考你们 考考酸美科代表 答对的 可以拿出一个 由乳南制药摄尔加提供的吉祥物 玩偶佳佳佳 请问下列哪些零食 在减重期间是允许摄入的 夹鸡翅 豆腐肝 鱼片 腰果 薯片 黄瓜 糖果 玉米 蜜枣 酸奶 请作答 肯定是玉米 黄瓜 这个腰果应该也可以 因为腰果还是有一定营养量的 豆腐肝也可以 因为是豆类的食品嘛 也是有一定的营养 他选了四个 玉米 黄瓜 腰果和豆腐肝 好 我们来听听老黑怎么选 我选的是酸奶 对 我刚才都说酸奶了 你算我选吗 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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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我选吗 还有酸奶 过去吧 我也算酸奶 酸奶 玉米 黄瓜 坚果 我选这四样是可以吃的 玉米 黄瓜 腰果和酸奶 跟前两位老师不太一样的是酸奶 我很质疑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纯酸奶 还是属于是风味酸奶 因为风味酸奶的话 它是属于是加了糖 加了糖 所以说这个是不太能吃的 黄瓜是无庸置疑的是最好的零食 因为它无论是冲击也好 还是口味也好 还是热量也好 都是很低的 然后玉米的话 它是生糖指数比较低的 这样一个健康食品 我是选择它 腰果的话只能每天吃一把 豆干是绝对不能吃的 因为这豆干相对于 别的这样一个豆制品来说 它的热量是最高的 这些豆都是不行 天哪 这些豆干 你简直就是半个专家了 我觉得 我首选黄瓜 然后是玉米 还有腰果 那么谁的答案是正确的 这场健康课栏目 由鲁南制药 舒尔加 独家 冠名播出 舒尔加 减脂减肥 健康到家 三位好像都选了黄瓜 对 因为黄瓜的话 它里面是含有丰富的显微素 经常是被用来 就是给我们的糖尿病病人 包括减重的这个病人 最常用到的 因为它热卡很低 所以大家这一点都是对的 另外这个酸奶 只要是不加糖的酸奶 实际上它的热卡也是很低的 又能够提供丰富的蛋白质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另外就是这个玉米 玉米是我们的主食中间的杂粮 所以我们在减重中间 我们建议多选 这种就是粗粮 也就是杂粮 但是我们玉米呢 现在有改良的 有那种黏玉米 热卡还是挺高的 不过一般的来说 就是说这种老玉米 一般的热卡还是比较低的 也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量也是要注意的 就说完全可以吃的零食 除了黄瓜 玉米和酸奶 还有吗 这个如果说是低热量 低热卡 主要是这三种 我们自身减肥人士 就多选了一个腰果 他又选腰果了 他收益这个中等量的 脂肪含量 或者是糖内含量 真等量的 而且这个腰果里面 含核酸比较 含调量比较高 对 高尿酸的 还要特别注意 这种腰果可能要少吃 这种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坚果类的 这些东西都要少吃 好 所以不好意思 全军覆没 没有一个答对的 没有一个答对的 好了 那这么多的食品呢 我们刚才说的是可以吃的 有没有一定要封杀的 限制级的 就是不能吃的 这个薯片 因为这是第一个 就是它的油炸出来的 基本上热卡是比较高 而且油炸了以后 它反式脂肪酸 是可以促进氟氮硬化的 从这个角度也不建议用 再个这种水果糖 也是不建议用的 这个水果糖进入体内以后 它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 可能使得你更肚子饿 更加饥饿 再一个就是油炸的 炸鸡 炸鸡 这也是热量很高的 而且反式脂肪酸含量也是很高 再一个就是这个 果普 可能也是要限制的 至于其他剩下来的 就是说你可以食量 食用一点 但是量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能吃多了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说了这么多 而增标和减肥奋战了这么多年 很多方法 其实它也都曾经尝试过 但是都不成功 那么现在增标减肥成功了吗 它看过医生之后 有没有找到 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呢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增标 连续两年 增标尝试了各种减肥方法 都没有成功 日益增长的体重和严重的并发症 已经开始危及到它的生命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来到了医院做最后一搏 这些检查我们基本上是完成的 手术指针非常强烈 因为它有中度的肥胖 合并有化学压 合并有糖尿病等等这种合并症 那么目前暂定的方法 就是休章未切除手术 它的状态非常糟糕 接着这种行走 那都需要它的爱人 来推着它进行上楼梯 或者是扶着它走 它当时脸特别红 它是那种暗红色 血压达到了190毫米公众 那已经是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了 嘴唇确实污的 处于一种长期缺氧的状态 对它的心脏肺部 都是很严重的一个侵害 此时的增标 已经接近微重的状态了 呼吸 心脏 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身体非常虚弱 它已经没有时间 再做其他的减肥治疗了 只有尽快的手术治疗 才能保障它的生命安全 通过手术的一种途径 使它的胃缩小 胃的容量缩小为100-150毫升 我们通过移除一部分胃 使它产生那个 饥饿素的那个部分的那个胃 被拉掉 那么它的饥饿感 会明显地缓解很多 别人做手续一般 都是六七个小时 我呢在手续室 待了十多个小时 就是一直到晚上的七点多钟吧 就是麻药显得不够好 肥胖以后 它的麻醉药的分布情况不同 很多麻醉药是分布在脂肪的 它因此术后清醒的话 它慢慢地释放出来 它的苏醒可能会延迟 术后一个月增标瘦了四十多斤 三个月减了一百斤 目前增标的体重稳定在75公斤左右 比最短的时候减了两百斤左右了 能够受到这个样子 那是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特性血糖都是正常的 糖和血和那百 现在维持在百分之四左右 血压的话完全是正常状态 是一百七十毫米公路左右 实在是非常好的 就是感觉自己不像以前一样 现在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要能活 就做自己木根这一块的都能做了 能够赚到钱就是挺开心的吧 我们都没得高兴 看到他瘦的这样子 他也还蛮晒的 劲很多了 他也能整天 家里面也做饭 节省下来 什么事都能干了现在 现在我的家庭也充满了幸福和爱 那看到增标能够减肥成功 我们真的为他特别的高兴啊 真的是排除了他那么多年的一个痛苦 但是增标这次减肥成功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接受了手术 所以想问一下刘薇主任 他接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 首先我们看这幅图 那么这个手术就是我们这个患者 增标所做的手术 我们称之为绣状胃切除 是绣子的组 但是从这个字面上可以理解 手术做完之后 我们的胃变成了一个像绣套状的一个形状 那么这个手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 手术做完之后 第一它的容量变小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吃一点点就饱了 第二的话呢 通常我们在这样一个胃底的部位 有一种分辨一种激素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饥饿素 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要吃东西 我们感觉到饿了这样一个部位 所以我们平常的话 当你没吃东西的时候 当你要感觉饥饿的时候 这里面的激素的一种施放 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你要去抑制它 你要面对着这么多美食 你要不吃它 其实是有时候是很难做到的 很痛苦 但是我们所说之后 因为我们把这一部分拿掉了 那么它这个激热素的分辨 会显著的下降 就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样的话 就能够帮助我们 盼友能够很好的 控制住自己的食欲 那么也就不要再去 跟它做这种斗争了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称之为 那个胃旁路素 就是旁边的一种 那为什么要做这种手术 就是它是适合不同的病情呢 不是 胃旁路素素 更加的复杂 因为这里面牵涉了 肠子的改道 对不对 我们前面这肠子的改道 会带来一个激素的 一个非常强烈的变化 那么这个肌脂病 直接后果呢 就是使我们的胰岛的功能改善 胰岛素的抵抗 那个减弱得到缓解 胰岛素敏感性 重新得到恢复 所以我们针对的是 糖尿病 比较严重的 比较明显的这种病例 我们就做胃旁路手术 这样的话 手术之后 这糖尿病的缓解率更高 维持时间更长 我做的是胃旁路手术 做的这一种 对 因为是我做这手术的原因 主要是二型糖尿病 体检的时候的话 我最高的时候 空腹血糖已经达到了12 然后的话 就是掺和血糖的话 将近20 所以我想您的血糖 应该正常了吧 收益最主要的就是 血糖降低了 血糖降低了 而且前两天 刚刚做了一个 肝弹性还有脂肪肝的 就肝脂肪的 然后完了说脂肪肝也没了 这个手术 我觉得真的是一键双雕 因为是解决 你的肥胖的问题 而且能够非常有效地 解决你的糖尿病的问题 刘维主 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像这种 大的手术 我觉得这种反弹的 可能性是没有的吗 是的 因为这个手术 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 一个事情 在西方国家 已经做了有半个多世纪了 咱们国家也有 将近15年的 那么通过这种 大宗病例的研究发现 很少病人会出现这种 体重的反弹 肥胖的复发 太棒了 我怎么觉得 我也想来一个 你做不了 因为是咱那个手术 是有一定的适应状 并不是说是谁 谁想做的可以做的 一直以来 因为糖尿病是一个 不治之症对不对 是一个挺麻烦的一个事情 虽然说我的糖尿病 能够治好了 这是有多大的好消息 对不对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大家 并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去做这个手术 那么也不是所有人 作用手术的都会有很好的 一个一个转规 所以我们要严格的选择 病人来做这个手术 如果他体重指数 超过了那个32.5以上 我们可以推荐他 急进手术治疗 因为我们对于这部分 病人 他很难去进行一个 完全的运动 或者是隐私的控制 来这样动的 因为他很难坚持住 这个时候他已经可能会 以后会发生这种合并症 那么我如果早期做手术 使这一个合并症 能够不再发生 使体重能够降下来 这还是说是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关注的 就是那个糖尿病的 同样的道理 对于一个体重指数 在32.5以上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阻断我们 糖尿病的发展 职场健康课栏目 由鲁南智药舒尔嘉 独家发明播出 感谢鲁南智药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一胖真的是百病生 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 不管你现在是胖 还是瘦 都应该树立一个 终身管理体重的 这样一个理念 一定要科学的减肥 告别这个健康的风险 好 我们今天再一次 感谢两位刘教授 带给我们精彩的讲课 谢谢 谢谢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